而现在名模隋唐因为演出偶像剧人气更高了 但是现在却传出跟交往多年的男友姚元浩感情生变了吗 豪道是同剧组的另一个女主角朱新怡 她因为演出偶像剧中的小三角色窜红 但是一样人红是非多 日前传出她耍大牌 目中无人欺负隋唐 而昨天呢她和剧组人员出席造势活动 明显被冷落 其他人互相嬉闹 唯有她格格不入 首次和同剧组一起同台亮相 在偶像剧中饰演小三的朱新怡成为焦点 我觉得这些人举手因为想出来打我 我有点害怕 好吧 我数一二三想打我的举手好不好 一二三 就说自己很怕被现场粉丝打 朱新怡跟忠实观众的互动还不错 但仔细观察 朱新怡和同剧组的演员互动 就看起来比较生疏了 身为第二女主角 却在拍照时站在最旁边 当时女主角隋唐和其他演员互动很热络 正着和男演员勾肩搭背 后来朱新怡被问到说 是不是跟其他人感情不好 朱新怡立刻为自己反驳 说自己就是默默的人 不会主动跟人搭肩 也不会扯人衣服 此话一出 才让刚和男演员李佩絮勾肩搭背 而且扯衣服的隋唐听了 当场变脸 隋唐因为演出可怜的人气角色 人气更高 但是练琪也传出了拉紧报 才刚带家人去夏威夷度假的隋唐 自己坦诚 一个多月来 已经和交往六年的男友姚元昊 只通电话没有见面 还说两个人有必要再做沟通 姚玉昊因为演出新冰日记 被咸鱼翻身 但也因为各自忙碌似乎感情变淡 姚玉昊也改口说 与隋唐的关系一直都是好朋友 让外界有更多揣测空间 谁叫荧幕情侣 总是很容易被当成娱乐话题 昨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